HELLO 591的粉絲朋友們 喔 在這個涼風徐徐的下午 來華中橋這邊的河濱公園走一走 真的是再愜意不過了好不好 沒錯 我們現在就在中和的 新北市中和的左岸重畫區 怎麼那裡還有另外一隻蝴蝶有看到嗎 竟然比我大隻欸 比我大隻的蝴蝶姐姐 蝴蝶姐姐要帶大家去看中和左岸區的 另外的一個蝴蝶長什麼樣子 我們從這邊要先走過去 可能要走一段時間喔 今天要介紹的建案 走走走 第一次有一個建案的一個迎賓大廳 這麼想讓我睡覺 因為真的太舒服了啦 而且重點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場一直飄一個香香的味道 是不是 攝影師你有聞到吧 香香的對不對 因為它是蝴蝶形狀的建築 所以呢 其實它全部都是開大面玻璃窗 就是四周都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景觀 因為它整個是270度環狀形的一個view 先生 請問要茶 還是咖啡 喔 珍珠奶茶啊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家門前有銷河 後面有公園 我覺得這首歌 冠德胡水硬轉案 你可以考慮當你們的那個主大哥 因為 有沒有 前面就是我們的新電溪齁 整個view就在你眼前 這一邊101 正中間 星光大樓 那一邊是陽明山 然後我跟大家講 因為呢 冠德的這一棟大樓 是用SRC鋼鼓的結構做成的 我跟你講SRC你常聽到 但是如果我跟你說 他們家的鋼鼓的 這一個等級是跟101一樣 陶珠影原也是 然後東京晴空塔也是 還有其中一個 它是面宮園戶 也就是它的前面是面水岸 後面是面公園 它全部都是面很好 沒有給你面工廠喔 沒有這回事 那重點是 面公園的戶 它到底是怎樣的公園 它是千坪的光之公園 醬醬 請問這是跌倒的意思嗎 裡面有很多的櫃子 可是呢 我剛剛就有發現 為什麼它使用一個櫃子有點怪 你看這裡 是斜的 不是想說那上面一定有什麼機關 我告訴你那是什麼 這個東西 叫做BRB的製正器 它是一個斜稱的一個系統 今天假扮蝴蝶姐姐來參觀灌得湖水印 其實真的滿好玩的 因為真的沒有看過像是這樣子外觀造型的建築 還有重點是它裡面的公設的配置啊 還有食品屋的擺設等等的其實都非常的剛好 其實我原本會有點疑慮 會不會說這個蝴蝶的造型 進來好像有點不方正 那其實我覺得還OK 只是有的時候呢 因為難免會因為它的外觀的一個方式 會有一些比較的角地或者是機靈地 這些你還是可以自己去運用你自己的智慧做搭配 好啦 這就是今天灌得湖水印的健安的參觀的影片 重點是大家要繼續鎖定我們591下一次會去哪裡 Follow Me